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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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城哥 我常常在外出用餐的時候 會看到有些店家的低銷 這是什麼方法? 對 其實這個低銷背後 都有一些隱藏的意義 那這個有時候我們在開店之初 一定都不會想到這些 那我整理的四個方向 就是來為你做說明 四種 我有結問 那一般低銷 通常有四種方式 第一種是認點一杯飲料 作為低銷 那第二種是認點一份主餐 作為低銷 那再來就是每個人低銷100元 那最後一種就是沒有低銷 那以第一種 點飲料和甜點為主軸的 下午茶餐廳 為什麼要規定飲料為低銷呢? 其實有兩個重要的目的 第一個就是用毛利率比較高的飲料 當成是低銷 增加更高的利潤 那第二個是這一類下午茶餐廳的客人 想吃的一定是他們有名的甜點 那如果我們要增加客人的消費金額 規定飲料為低銷 客人一定會再點其他的甜點 那消費金額就會提高 甚至Double 反過來說 假烏子規定客人主餐為低銷的話 那飲料一定不是他想點的 因為客人的焦點在你的甜點 用規定飲料 當成是低銷的方式 就是要為了增加消費的總金額 因為客人都已經上門了 就表示他已經認同 甚至喜歡你的店 那這種商業模式的消費客群 我們可以鎖定年輕的族群 所以地點也是我們要考量的關鍵之一 那這種類型的店 通常會有技術門檻 你要自己有擅長的領域 甚至創造出你獨家的餐點 那我們這種模式 會不會在不同的區域 還是會有一樣的效果嗎 那當然 那同樣的產品到不同的區域 一樣會有效果 但地點的選擇 就要各憑本事了 了解 那第二種方式 那第二種是以餐點為主軸的主題餐廳 像泰式 或者是美式餐廳 或者是像燒烤這一類的主題餐廳 那這種餐廳的主餐 大多可以訂到300以上 甚至更高 那經營這種餐廳的資本 要很雄厚 因為你賣的產品價值高 附加條件也要夠 客人才會上門 那我們當然可以用很直接的方式 規定低消 就是主餐 來篩選我們的客人 因為你的餐廳有主題 有特色 也有服務 等於用餐點和服務 來吸引客人 所以這種低消方式 也等於明白的告訴客人 我就是賣你特色餐點 那這種模式 客人的低消 也幾乎就是他的消費金額了 所以你的主餐的價錢 要訂定的非常漂亮 怎麼讓客人覺得不太貴 就是你要著墨的地方 這些東西真有學問不簡單 那第三種 那第三種只規定低消的金額 並不限制客人點什麼 原因是我們有足夠的空間和座位數 而且我們有電柱的優勢 也許是在二樓 也許是在商圈旁的蛋白區域 那這種方式 我們的產品線要很齊全 要有主餐 麵飯類 甚至還有下午茶 這種輕食類的鬆餅和三明治 來吸引各種層次的客人 像全家大小 情侶 或者是學生 上班族等等 所有的客群我們都要 那這種商業模式 你可以把餐點當成主軸 也可以把你的產品多樣性 當成是主軸 讓客人覺得選擇很豐富 那通常客人的滿意度也是高的 因為你的座位數夠多 空間也夠舒適 但你一定要小心的就是 同質化 你還是要跟競爭對手有差異性 對沒有差異就沒有特色 有些人就是要有差異化 對 就是要有特色 Apple你真的很有概念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第四種 那第四種就是我們根本不規定低銷 客人愛怎麼消費就怎麼消費 當然這是表面上看起來 那這個商業模式啊 我們的市場定位要非常的清晰 假如你賣的是家常小吃 那就要做到非常的到位 到位就會讓客人的消費增加 否則跟隔壁麵店有什麼兩樣 連兩碗陽春麵切盤小菜拍拍屁股就走人 營業額還是起不來 因為你根本沒有特色 那又或者是我們開一家咖啡店 沒有低銷的規定 你的飲料就要非常的有特色 只有拿鐵和美式絕對是不夠的 你可能還要有冰滴手沖這種噱頭 那因為你沒有低銷 所以你的咖啡一定要賣貴 至少150甚至要200開頭 因為你的客人沒那麼簡單 他們一做就是一兩個小時 甚至還有學生拿幾本書 就待一整天不走 那這個時候啊 時間就是你的營業成本 那多的利潤 就當成是你賣的是終點 聽完在市場方式 我覺得低銷真的要有策略 不能別人怎麼樣我就不要 是的 一銷就是你的商業模式 你一定要知道你賣的餐點 適合哪一種商業模式 那商業模式就是你產品 加上你的資源 包含人力和空間 最後再加上你的策略 策略反映出來的就是你的低銷 只要這幾點能夠match 你就很清楚的讓客人知道 你的主軸在哪裡 你的特色是什麼 久而久之 你所累積的客人 就是為了你的特色而來 那低銷就是一家店的商業模式 低銷的內容就是你最想賣的產品 你假如沒有低銷 就表示你賣客人的是時間 只是成本轉嫁到了咖啡 那我以前在開店之初 市場定位不明確 再加上根本不知道怎麼訂定低銷 所以客人也不清楚 我們的主軸和特色是什麼 到底是賣餐點還是飲料 那我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才把問題找出來 調整定位 那這個過程其實也流失掉不少的客人 也讓很多客人對我們失去了信心 錯失了最佳獲利的時機 所以想從事餐飲業的朋友 一定要很清楚低銷的訂定方式 這不僅關係到你的營業額 更可以讓你的定位更明確 客人的滿意度也才會高 四種最常見的低銷方式 一 認點一杯飲料 二 認點一份主餐 三 美元低銷金額 四 沒有低銷 低銷就是你的商業模式 也就是你的產品加你的資源 再加上你的策略